哈喽大家好我是建果妈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秋冬的靴子 那我分享的这几款主要都是大家询问度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我也认为秋冬天就是必备的几双吧 包括今年的一些比较流行的款式 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种万年都不会过时的一些款式 然后要说的内容挺多的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然后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 就在我视频里面询问度比较高的一双靴子 然后这双靴子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特点嘛 第一个就是它靴筒的位置 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类似于袜靴的设计 那它就是这种皮的 只不过是那种比较软一点的皮 然后小腿的这个位置就是袜靴的这种 就包小腿包的比较好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穿起来会显得脚踝那个位置很细 然后它这个靴筒的高度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去搭一些九分的这种扩腿裤 然后它就刚好会把那个脚踝最细的位置露出来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这种方头的设计 然后方头的这种靴子 第一点就是看起来很优雅 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你穿的时候 对你的脚趾也是很友好的 因为它不会像尖头的那种靴子 就穿起来会有几脚趾的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它这个靴子跟的高度 大概是六到七公分左右 我觉得在靴子里面还算是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了 我其实是一个不太爱穿就是高跟鞋的人嘛 所以我觉得六到七公分对我来讲就已经挺高了 但是因为它前面是方头的设计 所以它穿起来不会觉得就是脚趾承受的那个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双鞋子还是一个穿起来比较舒服的一款靴子 它就是整体的造型还有它的质感都还是给人比较高细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就是关注了这么久吧 所以今天来分享给大家 然后接下来这双靴子其实跟刚刚一样就也是一双袜靴 但是是我今年买到的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满意的一双 然后也特别喜欢特别有设计感的一双靴子 它是by far他们家的嘛 然后他们家的靴子就也是一直都做的就比较有设计感一点啊 然后这双靴子我最喜欢的就是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它前面鞋头这个位置的一个拼接 就是有没有让你们想起那个Chanel的感觉 对就是我当时看到它就感觉哇 这个就是它整个拼接的感觉就给人一种很优雅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小方头 然后再加上这样一个拼接的款式 就整个鞋子我觉得就是优雅的代名词啊对吧 然后再翻过来看它的这个小跟 就这个小猫跟 就这种小猫跟就本身就是那种比较法式风情一点的感觉嘛 就是有一种那个法国女人就踩着小猫跟 然后咬夜深姿的感觉对不对 无论你身上做什么样的搭配 我觉得这双鞋都会成为你整身搭配当中的一个亮点了 所以其实在搭配方面我的建议就是上半身就是去搞得素一些 就不要穿的太花之招展了 那重点就把大家的视线集中在这个鞋上面 所以对就是它真的就是我今年买到一双超喜欢的鞋子 而且它真的很好穿就是跟很低 然后穿起来完全完全不觉得像在穿高跟鞋 非常非常好走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一双就是我现在手边这一双 就我觉得这双靴子就是是一双很有禅意的一双 就是很佛系的一双靴子 Cross的这双靴子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出的很多包括衣服啊鞋子啊那些 就都是整个就是比较新冷淡风一点的这种风格嘛 然后这双鞋子就是当然也不例外啊 整个设计就是很极简 然后比较有禅意的这种感觉 我为什么觉得它有禅意其实还有一点原因 就是它的鞋跟 它鞋跟是这个就是圆木色的这种感觉 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种鞋跟的设计 然后我就感觉你们觉不觉得那种圆木色的那种感觉 那种家具啊什么的 就这种胡桃木的颜色嘛 就是给人那种很有很有禅意 好像有一种修佛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的感觉嘛 所以我觉得它本身一个很性冷淡 很极简的一个设计 然后加上一个有很有禅意的这种根 我觉得这个搭配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它的那个靴筒就真的比小腿 我也要大出很多来 那这样的靴子 其实我觉得去搭配一些裙子啊什么是挺好看的 然后就是可以露出一部分的腿嘛 而且它因为它远远大于你腿的这个维度 所以整个看起来腿是会比较细的 那当然了就是你如果想去搭那个裤子也是完全OK的 因为它去不管是去搭小小的裤子还是去搭阔腿裤 它都是可以去做搭配的 然后它也是一个小方头的鞋子 然后今年我发现我买了很多方头的鞋子 就可能穿那种肩头就有点穿腻了吧 然后再加上肩头我觉得确实就是没有方头的好穿 这个鞋子的跟大概是五到六公分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穿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舒适非常好走路的一双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双 就在我所有的靴子里面最古老的一双老古董鞋子 就是它 然后它真的是我可能买了已经有五六年了吧 但是就我一直都舍不得扔 因为第一就是它 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我买的第一双 就是稍微比较贵一点的靴子 然后它现在其实鞋框已经不是特别好了 但是我觉得基于它已经穿了五六年嘛 就是它现在这种状态 就也还可以接受啦 就是反正我还是在继续穿它 然后它是我所有的靴子里面靴筒最矮的一双 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去搭配一些西装的那种长裤嘛 然后这双鞋最大的特点 当然就是它鞋跟的这个位置啦 就是鞋跟的这个小缺口嘛 我知道就是现在 其实很多个品牌都出了这种 异形鞋跟的这种靴子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有些也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我对这双 就是还是有一些感情的嘛 因为就买的很早 然后当时还没有那么多 那种异形鞋跟的那种鞋子 然后所以这双就当时就是真的是 还是挺风靡的 就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就是它们有没有再出这种这款鞋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如果买得到的话 其实它还是挺经典的 然后搭配的时候 你如果穿那种西装裤的时候 其实后面它会露出一点根嘛 所以它这个金属的位置就会刚好露出来 我觉得还是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吧 然后这双鞋子就也非常非常好穿 然后这双鞋子的质感就也是非常非常好 它的那个皮就是做的很厚实 然后整个鞋底也是真皮的鞋底 然后鞋子的这个根部是特别高 所以穿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两三公分的一个高度 所以穿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负担感 然后接下来这双鞋子我觉得是一双兼具优雅和酷帅的感觉的一双鞋子 就是这样一双季带靴 然后我手里的季带靴就除了它以外就还有一双马丁靴嘛 那我觉得它整个的感觉其实跟马丁靴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其实它这种季带靴就是确实有一点那种军靴的感觉 但是这双又做的很秀气 体现在它整个鞋轩 然后还有它鞋头的位置 它是一个尖头的设计 然后整个的那个鞋轩是这种很窄的 所以我不太确定这种鞋子就是脚比较胖的人就好不好穿 但是因为我是脚很窄的那种人 所以我穿它我觉得还OK 但是这双鞋的舒适感 我觉得就肯定不如刚刚那几双方头的来的那么好 因为它这个尖头穿上去就会稍微的有一点脊脚 我觉得它跟马丁靴的差别就主要在鞋头的位置 那个马丁靴吧 我觉得是确实很帅很酷 但是穿起来就是老是觉得就有一种脚重头轻的感觉 就会选择脚很大 这双鞋子就还挺好的 它就解决了马丁靴那个穿起来很忙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很秀气 然后但是又还是挺酷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这种感觉的靴子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试一下这双 然后这双现在还是买得到的 这双靴子我真是对它又爱又恨 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是让我一言难尽 就不是说它不好 我其实当初买它就肯定是因为它好看嘛 我是很喜欢它这个颜色 就是你看它就是一个很复古的这种棕色 然后搭上了一个还有玫瑰金的这种设计 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但是它这个鞋型我真的觉得买回来以后穿它就是 因为我又是一个那种小脚裤不多的那种人 所以我想到能穿它的场合 就是去搭那种比较小脚的一点的牛仔裤 然后或者是搭legging 就是搭袜裤的那种 它整个鞋头真的非常大 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经验 所以我买它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本来应该可能是要买你平时穿 比你平时穿的号也要小一号的 但是我就去买了一个正常的号码 然后买下来就真的是大了很多 然后再加上它本身鞋头就是那种很大的那种 然后我这个小瘦脚穿进去 就感觉就是空唠唠的就在里面晃荡 但是我也真的就是觉得它还挺好看的 所以这双鞋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搭配方面的技巧 或者大家比较有经验的话 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 它上脚的感觉就走在地上的感觉是很好的 就是只是我就是觉得它因为可能大小啊 然后还有它那个靴筒就老是磨着脚踝的位置 就觉得它不是特别跟脚 我也希望大家能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心得 然后接下来要说的几双鞋 就是几双比较高筒一点的靴子 首先来说这双高筒里面最低的 就我今年新买到的一双鞋子 然后今年不是特别流行那种中筒鞋嘛 就是在膝盖以下的 就是我记得往些年都是流行那种过膝鞋 然后今年就流行了在膝盖以下的这种鞋子 然后我就也去买跟风买了一双 然后就也不算跟风 就我其实真的就很喜欢它 然后这双鞋子我觉得买的还是挺值的 就也是在黑五的时候有折扣嘛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皮质 因为其实我是很想去尝试一下那种 就是有褶皱的那种靴子 但是我又觉得很多这种褶皱的靴子 就它那个褶皱就特别夸张 然后穿上就会反正觉得有点怪 像毛毛虫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不太喜欢 然后但是呢我又很喜欢那种 皮质有一点软软的 然后穿在腿上 它就不是那种很硬挺的那种感觉 而是又有一点那种褶皱在上面的那种质感 那种皮的那种质感 我觉得就特别好 感觉很高级 然后也挺温柔的那种感觉吧 然后我就看到这双靴子 然后当时它的介绍就说 它的那个靴筒是很软的那种 然后它的那个model穿上身的图片 也是就是上面就呈现了一些很自然的这种褶皱 然后我觉得这双就是还蛮好看的 然后就拿到手以后发现它的皮质真的就很软 就是你可以随意的去折它 当然就是还是因为它皮很软嘛 所以它的这个寿命肯定就会要短一些 所以穿的时候还是要爱惜一些 就不要随便乱去折它 然后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的话 就它的颜色也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个颜色 就这种很高级的这种燕麦色 奶白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还蛮百搭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靴子就不一定要去买那个 一定要买黑色嘛 就是像这种白色的靴子我觉得就是比你绝对比你想象中要更百搭一些 然后再最后一点就是说它穿着的一个舒适度 那它的鞋头是这种圆形的鞋头 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犀利 可能就会温柔一些 就是有一种那种奶奶风的感觉吧 然后当然不是说奶奶风就不时尚 我觉得它还是有它本身的风格在这儿的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鞋跟也是大概就是五六公分的高度 我觉得穿起来还是整个感觉都很舒服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这双靴子 就我觉得是我今年买到一双很成功的一双高头靴 然后最后想来说的两双就是 虽然今年不是特别流行 但是往年还是挺流行 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经典款式吧 就不太会过时的 就是而且还是很实用的一种靴子 就是这种过膝靴 总体来讲就是这种过膝的靴子 它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很显腿长 显腿细 第二个好处就是它非常非常保暖 尤其是在北京的秋冬天 就是你穿裙子的时候 真的就是少不了这样一双过膝靴 我跟你们说少不了 然后我现在手上就是有两双嘛 但是然后这两双是不太一样的款式 那这双就是那个5050 就是特别风靡一时的这双靴子 然后就它是背后是这种松紧的感觉 但是呢 这双鞋 这双靴子我个人对它的喜爱程度 我觉得是不如这双全皮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种松紧的 它本身是 就是是透风的一个材质 就是它穿上其实没有那么暖和 那其实挡风的部分就只有前面皮的部分 然后后面这一块 我个人认为穿上是不是特别暖和的 但是这个皮的这一款就不一样 然后就同样也是过稀靴 但是这一款 我觉得它整个的里面 包括里面的这些细节都要精致很多 你看比如说像它靴筒的位置 它里面全是用这种断面的一个材质 然后穿进去的时候就是很丝滑的那种感觉 就很就不会卡住 像有些靴子你穿进去就会 因为摩擦力太大卡住在里面 但是这双就我觉得还是挺好穿的 然后外面的话 它整个靴筒都是一个几皮的一个材质 就看起来整体感会更好 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相比起来吧 就是这双全皮的这双就要比 后面有松紧的这一双感觉更高级 当然价格肯定也是它会更贵一些 好了以上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我三连或者弹幕 然后别忘了动一动手指头 关注我一下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在今后想看到我来做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们这期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